超过千辆的电动机车 一起骑下台北桥 汇聚成壮观的瀑布车流 定格最鼓舞人心的瞬间 迈入第七届的电车盛会 今年迎来首次参加的重量级车主 第一年参加台北桥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情 看到大家的这个热情 其实也让我觉得真是很高兴 以车主和董事的双重身份 隐从姚汉新任董事长曾达梦 携手新团队伙伴现身活动会场 宣告全力支持电动机车品牌的发展 替台湾永续扎根的决心 十年前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 非常美好的平台 现在有65万的车主 跟着我们一起往前 为了我们整个台湾2050的 近零碳排来做一个努力 让我们的行动来改变台湾 让我们对台湾的永续发展 我们尽一尊心力 新团队新气象 活动现场同样热闹滚滚 社会也以荧光为主题 打造一连串打卡装置 车主从一进场就能骑上红蓝香间 闪亮亮的迎宾大道 走进入口隧道更能体验到五彩缤纷 甚至还能够透过彩绘手艺 展现创意改头换面 让这一场炫目的荧光派对 陪车主度过难忘的夜晚 请不吝点赞 吴宾 刘洛派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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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